大家好 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然后今天我看很多牛人都在进行交流 然后许多东西都是我们也正在学习 正在用到的 我今天介绍的主题是 就是在HP One Clover平台的一个多住户的管理 那agenda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HP One Cloud平台 第二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进行一些 对于每一个住户的 一些API的数目的限制 第三个就是讲一下 第四个就是对于一些可观察性的增强 然后我们主要是一个使用案例 谢谢 我们的平台就是说我们HP有很多很多项目 那几百个项目 然后我们是其实瑞布项目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common的features 然后也有一些他们每个项目自己的feature 然后HP One Clover平台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云平台在我们瑞布 然后是我们HP最大的一个云平台 那现在已经被作为一个HP的唯一的云平台 因为我们平台要进行整合 把所有的其他的平台全部去掉了 在一到两年里面全都要把它给转成 都转向我们HP One Clover这个平台 我们是基于E-Steel的 然后如果你看这里的话 你就会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些cluster 像这样的像这边有一些call cluster 就是核心的一些cluster 作为一些那些共用的IPI 共用的那些service都会装在这边 然后在左边这地方呢 就是说左边这边呢 就是说是一些各个项目的solution的 那每一个项目呢 都会有一个自己的namespace 我自己的几个namespace进行 然后这些核心的 这些项目的这些会访问一些通过MTIS 通过E-Steel MNAMS 访问另外一个cluster的核心的 那个call cluster的一些IPI 那我们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它进行一些安全性的认证 然后对于不同的service 进行一些IPI限制 并且需要对它进行一些可观察性 除了这边的左边的 左下部的这些solution cluster 其实我们对于上面 左上部还有assess solution cluster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项目它很大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cluster 所以说我们也是允许你通过 来访问我们的这个核心的平台的一些 共用的一些service的 其实我们关于多周户的 用到的E-Steel的功能很多 时间有限我主要介绍三块 第一块就是E-Steel RAID Limit RAID Limit就是说 当你IPI访问量 如果你很多很多的时候 当你只有一些IPI 我们觉得数目合格了 我们就允许你反问 否则的话我们就给你反问4A 9 就是说你这个数目超标了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是安全方面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如果是一个client的IP 如果发过多的IPI的话 我们怀疑它是一种黑客攻击 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一些限制 另外如果有一些IP 它是一些我们已知能合作伙伴的cluster 因为它们cluster就是一两个IP 或者三个IP 我们觉得这些IP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enable它 我们就不要做限制 这就是我们的需求 然后这个是强制性的一个要求 然后从business考虑的话 对于一些付了钱的 我们也有内部进行核算的 对付了钱的住户的话 我们认为我们会给你提高的 IP数目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词 对于一些你是试用性的 或者说没付钱的那个住户 我们会给它限制一些比较低的词 当然我这个demo比较简单 那其实还有不同的级别 也十个级别不同的那个value 然后project owner 因为有些service 它是它觉得它不需要做这种 Ready Limit的限制 那我们也支持 你可以选择 但你的 这其实我们有很多种解决方案 不管是亚马逊的WIF的方案 来解决Ready Limit 还有我们APIG 它们许多反正许多种方案 但我们e-stil的一般使用的是 envoi的solution envoi Ready Limit envoi Field 那当你一个service去访问一个后端的e-stil process 它会首先进入一个envoi field 在你ingrate gateway里面 然后说去检查一下那些Ready Limit的service 然后Ready Limit的service 下面的Ready Limit的service会访问radius 如果radius的数目发现你这个数目没有超标 那就把radius的数目加一 然后再让你继续访问 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访问 否则的话 它就会反为sigil 其实我们 我看e-stil也有quickstarter 我也是其中的contributor 如果你以前没用过 你直接用走这个走一遍 基本上就了解了 然后如果你想更深了解呢 我自己写了一个sample 然后稍微解释的详细一点 然后加了一些tenant的相关的东西 看不到 没关系 反正这个我点出来以后看不到的 然后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把这个档开 这样可以看到鼠标 刚才没看到鼠标 然后 能不能感觉还 OK 然后就是说我自己提供了一个一些例子 然后如果你看这个的话 你就会感到更详细 这个网络有点问题 我自己提供了 然后我提供了一个按照我们的项目做了一些简单的sample 然后你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个 我们实际项目是怎么做的 这就稍微更加复杂一点 那我们原理就是说使用一个预处理的envoi filter 把那些复杂逻辑全部处理掉了 那我们envoi filter 其实我们relimit是基于head的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作为预处理的envoi filter会加一些head 会加一些额外的head 把逻辑全部在那里面处理掉了 然后在这里面就 然后再进行移到下面的一个那个 移到下面的relimit 那我们在预处理的里面 对于那个 Security的怎么设计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client的IP 我们可以从X4的4去拿到 拿完以后呢 那我们根据X4 我们在定义一个列表 就是说是partner class的IP 对于这些的IP 我们是不做限制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X44里面当的IP 跟它进行对比 发现它对比了以后 发现它是一个 如果它是安全的IP的话 我们就不做限制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很高很高的限制 相当于 然后就enable 就是说 就disable了 否则的话我们就enable它 然后根据它的IP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值 我这边为了测试方面 就设了一个12 然后你可以设一千啊一万啊 这样的值 一分钟 然后同样的 对于business purpose的话 对于business purpose的话 我们也是在那里预处理 在把它加了一些头 如果enable business relimit项目 然后parse method 根据它的tenant ID 以及level 然后进行定义一些值 那project呢 是根据的domain 我们那个不同project 不同project是不同的domain 所以我们从那里面得到的 然后根据它的project 在一个project list 是不是在我们需要enable list里面 决定了它是enable还是不enable 然后parse也是我们做一些处理 对于UID的parse做一些处理 其实也本来就是IPI的parse 然后master 然后tenant ID呢 我们从token里面拿到的 然后根据这个tenant ID呢 我们有一个list 就是说哪些是premiumtenant ID 然后去得到它的level 所以说这些东西 是在前面的enable field 挡到以后 然后就组成一个这样的config map 就是说根据这个项目的parse method 然后根据这个tenant ID 以下level 得到它的一个高的值 可以设为一个8这样的高值 或者设为低的4 我们也可以设为不同的级别 也不是7、8个级别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那个 以前的那个方法 就是说如果我们basic practice里面 那个ease list里面的方法的话 我们其实要改这个前面五个文件 这五个文件会改动很大 定义那些key啊 定义那些config map 但是如果我这样去做的话 我什么都不用改 前面五个文件是不用改的 就是写字模板了 就在后面最后第五个文件里面 就是在我们前置的那个envive field里面 进行处理 那改动的东西也 里面代码逻辑也不用改 就是改动一些变量 例如说哪些IP我是不做那个 Security 那个人里面的限制的 哪些项目我们是要做这个人里面的限制的 哪些项目是premier项目 需要一些高值的 或者说哪些项目是不同的级别 如果你apply也比较简单 然后测试一下就是说我们包含了不同的测试 开始就是说 比如premier tenants有八个 对于trial tenants 或者说或者只是使用envive那个secure的 或者第四个是他们两个都没envive的 或者第五个是他们两个都没envive的 其实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两个都如果都envive的话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是说 他们会选择哪一个是最低值 哪一个哪一个先达到下线 然后哪一个就返回4i9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例子 我反正我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你们以前用过这个的话 我在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我以前打开了 这边打 有可能打不开 那这是我们的代码 然后这是我的例子 如果你以前用过这个relimit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跟我一起讨论一下 你们那是什么做的 然后我们这个例子的优缺点 然后如果你们没用过呢 如果以前没用过relimit呢 我建议你goeslue这个 这个先goeslue quickstart 然后再forsepratice 然后再这个 我觉得比较有帮助 好的 然后讲第二块 第二块就是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其实这个主要是ece的最强的一块 我只是讲一下我们的使用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用的一些经历 那这个图大家都很熟悉 让你一个是API过来 会看到ingress gateway 应该是getaway的时候 你会做一些GWT验证 然后在所有的pod之间全都是MTIS 然后service跟service之间访问 还要进行authentication policy 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证书的管理 然后其实我这里MTIS肯定是enabled的 它authentication里面其中有个就是MTIS 然后我就不怎么讲了 因为它这个配置比较简单 就是都是enabled 然后你会disabled一些不要的 或者说双盘兼容那种 我主要是讲的是一个是JWT Verify 我们每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authentication policy JWT Verify就request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policy 我们有使用的经验 就是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对于所有的authentication 都是用JWT Request Authentication 我们从18年开始就这样做 authentication呢 所有的那个 都 service跟service之间访问 能不能访问 都是根据它的pass host 然后根据它的一些destination 根据它的一些 甚至它的token 然后来决定它是不是能访问 返回403或者说允许访问 然后对于额外的一些其他的 对low-based的authentication 以及API scope 甚至那个blacklist的token 这样的东西 我们用envoiField的 external authorization 这样好处就是我们所有的那种情况 我觉得easyde request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policy 非常做得好 它非常方便 然后不需要任何coding 什么都可以做了 然后在我们的 甚至我们没遇到任何一种情况 就是说不能够进行user 开始处理的 我觉得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项目越来越多 特别是authentication policy 越来越多 然后authentication policy 它的配置参数有很多 然后很灵活 然后在这个pay的时候 如果develops 我们是develops 去pay的时候 多了以后容易发生这种type 或者说错误的配置 那为了解决这种type 跟错误的配置 以及太多难以管理的 我们开发了一个tool 叫developed portal 然后呢 会利用那个client的go 就是easyde go library 去生成那些request authentication 生成authentication policy 生成pulture service 以及这种东西 但这个解决了自动化问题 那带来一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升级的时候 你会升级 每次一时要升级 你要升级两块东西 一个是我们的刚刚那个developed portal 就是它的开发平台 第二个呢 甚至我们的cluster 它们两个总会有一个先一个后 对吧 然后先后的时候 如果你版本跨度不大 还好 都可以兼容 版本跨度大的话 那直接就不兼容了 这就很麻烦了 就是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配置文件 都先存在数据库里面 然后通过HarmChance 实施生成那些developed portal request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policy 所以说呢 它是用那个数据库来进行版本控制 肯定不如gethub这种版本控制 回股啊什么都不方便 所以最后我们实际使用了 最近两年使用的是这种方案 就是对于那些request authentication 因为它是参数比较少 我们还是自动化 还是用它 然后自动化全都是用HarmChance 跟Flyarth 然后对于authentication 这一块呢 我们把它全部整合了 就是说 把所有的authentication policy 是写进authentication service里去了 然后这样的authentication service里 然后这样的authentication service里 就包含了 以前的所有的authentication policy 然后又包含了 token的一些blacklist的测试 还有一些API scope level-based authorization 它就变为一个方法 这样方便 就是说 从代码清晰角度来说更清晰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以前用的是envoi field的 一个turnal authorization 现在用的是easeal的一个官方 比较推荐的一个turnal authorization的 一个customer action 其实它们两个都很像的 其实它们原理是一样的 后端empoi field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包装的更好 那好处就是刚刚说了 我们不用client的go了 不用developedpod的工具了 然后自动化的话 对于那个gwtverify是用那个hams 然后对于一些authorization point 所有东西都直接变为一个authentication service 这样更干净 然后对于那个easeal external authorization 这个东西呢 它比那个原生的envoi field 会更加的好使用 并且更容易的debug 然后还有一个好处 它其实它可以说加条件 对吧 你的envoi field里面是不能加条件 所以对于某个pass 对某这情况下 我不要进行一些验证 这个要求也是 也是确实是我们这边有人要求 所以说我们就用了这个 就用这个 它的原理其实简单就是说 当你一个service 反问它的时候 它会反问下一个service之前 它会去外部的一些authentication service 去看一下 我允不允许反问 如果允许反问 那我就继续反问 如果不允许反问 我就会返回403 或者甚至你可以自定义的 那它基于什么进行一些决定 它能不能反问呢 它基于你request的那些 你可以基于method啊 host啊 pass啊 你可以基于原来request的 所有的那个hats 你甚至可以基于它的body 这样的request所有东西 这里面还有一个好处 当你返回它说403 跟401的时候 4513的时候 你还可以加一些 你自己在这里面加一些 你额外的hats 我们就利用这个功能 就加了很多额外的hats 就是说就一些处理 直接在这里处理掉了 然后检查完以后 就返回一些功用的东西 然后直接过去 这就挺方便的 对于那个envoi filter的使用 跟Eternal Authorization的使用 我也提供了两个sample 因为这地方不能讲 技术事件是没时间的 所以说我就 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 然后我的这个sample 我个人感觉写的还是蛮详细的 会讲的就像ECD的一些例子一样 你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走一遍就说是 然后每一个参数 我也做了一些解释 包括这样的参数 就是在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 做解释 所以说不管是 你不管你是使用原来的envoi filter 还是使用现在的 Eternal 我觉得都可以来试一下 走一下这个demo 然后哪些参数是不应该使用的 因为它很怪的 GRPC这个东西 它是不支持很多东西的 但是HTTP的话就是支持的 那GRPC的性能又要好一些 到底使用哪一个 反正大家可以走一走 然后以后交流 好 讲完这些以后 一个就是 对可观察性的一个增强 那包括logs跟metrics 其实我觉得logs 比较对我们影响特别大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 基于API的数目 API的是不是反问快还是慢 API的错误全都是基于XS log 我不知道别人使用怎么样 反正我们使用的是特别特别多 然后基于它我们又进行报警 然后各种报警 那这里面还有一些 你这里面并没有TenonID 对不对 这里面其实还少了一个 加PC status 所以说 TenonID 那为什么要把TenonID给加进去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成本核算 基于每个设备式的每个Tenon的成本核算 是基于这个 基于你的Tenon 每一个基于IPI使用量的 所以说我然后把这个IPI使用 放进去以后我就能知道 基于成本核算 这个对于我们比较重要 然后因为我们是个中台嘛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设备式呢 它要去把一些老的API给去掉 但它发现还是被有 老玩们还有人使用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这个API TenonID 我们就知道这些 就是使用老玩们的这些 这些API到底是哪些Tenon在使用 我们就找到那些租户 我们就给它可以通知它 最后就是说 我们有些时候会发现一些事故 但发生事故的时候 它会有些API报错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至少通过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 影响了哪些TenonID 哪些Tenon的影响力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这样的话也便于我们以后 跟人交流进行处理事故 所以说对我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然后它可以从TenonID里面去拿到 然后另外一个呢 对于GPG service 我不知道一时点说完 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加进去 因为我们的service 只有60%左右的service 是使用GPG service 所以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日子就使用作用 就到了这样的折扣 所以说我们怎么做呢 我觉得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我们 我们在那个 Tenon 在那个写了一个employed filter 把那个 Token里面的 Token里面 这就是全都是Token解析 Token里面的那个 Decode出来 Decode出来 然后把TenonID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加成一个head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去 加一个head去 加完head以后呢 就加一下 加一下行话就行了 TenonID 然后request TenonID 这样加完就行了 对于GPG status呢 它本来就有 所以说就是GPG status number 就把它这样讲 就加了这两个行 然后效果就是 如果你去刻它一下的话 如果这个Token 我这个Token 这个伪造的Token 是GTIO的一个Token 然后里面 刚好有个TenonID的话 你去这样去弄一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就两个多两个子 短一个TenonID 一个是GP status 这边有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一个http request 应不应该 把GPG status显示出来 它这个显示 二的意思是unknode 会给人一些confuse 然后我提了一个pr 给那个envoy 把这个去掉了 如果只是http的话 它就显示no 我不是 大概过段时间 就会应用上去 已经摸解进去envoy了 然后我也提供了一些sample code 大家有空可以去走一遍 最后就是一个metrics metrics也一样 也可以把TenonID加进去 我们平时使用那些报表 dashboard 都是那个metrics的 然后怎么把它加进去呢 也很简单 就跟刚刚一样 TenonID 从那个head里面去拿 拿完以后呢 然后你在add一下到config map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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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 map 加一个额外的field TenonID 最后呢就是apply 一个TenonID 你可以定义说哪些加 我现在是global全加 加这个 当然如果测试结果就是 你去 课它一下 然后它这个值就进去了 那这里边其实有一点要小心的就是 如果你这个值太多的话 它会引起你的metrics过多 甚至把你plomachers跑爆掉 我之前甚至还加了一些pass host进去 这个 反正就是如果并不是 必不可少的话 也不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嗯 这边同样我提过了sample code 在这个Q&A之前 我还是highlight一下 就是说我对于每一个sample 都提供了一些例子 然后大家有空的话 希望大家去go through 这些例子呢 然后跟我去交流 好 谢谢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 好 谢谢大家 反正有空下面还可以跟今天较量